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春风拂面的葱油饼,街角的味道 二,葱油饼的传承,那些年的手艺 三,每一片都是温情,葱油饼的家庭记忆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春风拂面的葱油饼,街角的味道 春风拂面的时候,万物复苏,人们的味蕾也似乎随之苏醒 对街头小吃的渴望更是如同冬眠后醒来的熊,急气而强烈 在这样的季节里,走在烟火气息浓厚的街角 那一滩滩散发着麦香和葱香的葱油饼,无疑是最能撩拨人心的存在 葱油饼,这个看似简单的小吃,其实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有说是起源于宋朝,也有说是更早 但不管它的历史有多久远,它始终是中国街头小吃中的一员翘楚 制作葱油饼需要将面粉,水,盐揉成面团,然后加入切碎的葱和热油 这一步是关键,热油能让葱香四溢,同时使面团更加酥脆 接着将面团擀成薄饼,卷起来,再擀平,形成多层次的结构 这样一来,兼制出来的葱油饼既有酥脆的外皮,又有层次分明的内部结构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而春风拂面时,那葱油饼上升腾的热气 仿佛是春天的使者,它不仅传递着温暖,更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街角的葱油饼摊,就像是一个个小型的社交场所 人们围绕着摊位,一边等待着自己的饼肩好,一边闲聊着天南地北的事情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都不难找到 它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葱油饼虽然在中国各地都有出售,但每个地方的做法和口味都越有不同 比如,上海的葱油饼喜欢加入芝麻和五香粉 而台湾的则可能会加入一些糖来提味 这些地方特色的差异,也让葱油饼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春风拂面的葱油饼,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一种生活的味道 下次当你走过街角,不妨停下脚步,买上一张热腾腾的葱油饼 让那酥脆与葱香伴随着春风,一起飘进你的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葱油饼的传承,那些年的手艺 各位同学,美食爱好者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历史悠久 飘香肆意的话题,葱油饼 这不仅仅是一张面饼,它是文化的载体,是手艺的传承 更是无数赤货心中的美味记忆 首先,我们得回到几千年前的中国,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玩赚面粉了 葱油饼的祖宗可能是古代的饼 只不过那时候的饼可能还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口味,葱油的加入 无疑是对古代面点界的一次伟大革新 想象一下,古代的厨师们在灶台前挥汗如雨 一边和面一边还得应付旁边的小儿吆喝 这画面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葱油饼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细 到了宋朝,葱油饼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的常见小吃 那时候的葱油饼摊前,总是围满了等待品尝的时刻 他们一边吹着热气腾腾的饼,一边讨论着江湖上的新鲜事 这种场景在今天的早逝或夜逝中依然能找到影子 说到手艺,葱油饼的制作可不简单 先是和面,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大有学问 面团要揉得恰到好处,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 然后是发酵,这一步就像是给面团一个美容酵 让它酣睡一番后更加柔软又弹性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擀皮和摊饼 这需要一双巧手,将面团擀成薄片 均匀撒上葱花和调味料,然后巧妙地卷起 盘旋,再次擀平 这样才能保证每一口都有满满的葱香和层子感 最后,是煎饼 这一步需要火候地掌握,太大火饼容易焦 太小火又煎不透 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可口 那声音和香味,足以让路过的行人驻足 葱油饼的传承,不仅仅是食谱的复制 更是对一种生活态度的传承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葱油饼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简单而美好的味道 如今,葱油饼已经飘洋过海 成为了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美食 它的制作方法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创新中 有人在饼中加入了芝士、火腿等元素 让这个传统小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所以,下次当你咬下一口酥脆的葱油饼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段历史的传承 是无数前辈们手艺和智慧的结晶 而你,正是这传承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每一片都是温情 葱油饼的家庭记忆 葱油饼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温暖的家庭记忆的载体 是情感的催化剂 是跨越时空的味觉传承 每当那独特的香味在厨房里弥漫开来 就像是一张张家庭的老照片 无声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想象一下 一个寒冷的冬日 家里的每个人都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炉火旁 而你的祖母或者母亲正忙碌着在厨房里制作葱油饼 那个画面就像是一幅温馨的家庭肖像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葱油饼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首先,你需要和面 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混合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入 随着面团逐渐柔软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变得更加紧密 然后是切葱 这需要技巧和耐心 就像家庭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 接着,将面团擀成薄饼 均匀地撒上葱花 滴上香油 这一切都需要细心和温柔 就像对待家人一样 最后,当葱油饼在锅中煎制金黄酥脆 那声音和香味无疑是假的互换 每一口都融合了家人的爱与劳动 每一片都承载着家的温情和记忆 葱油饼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家的象征 是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美味纽带 而幽默的是 尽管葱油饼在制作过程中 可能会引发家庭中的小小争执 比如谁的葱油饼做得更圆 谁的饼更脆 但最终 这些小插曲都会成为家庭故事中的趣味点滴 增添了聚餐时的欢声效语 所以,下次当你咬下一片葱油饼时 不妨想想那些被时间淡忘的家庭故事 以及那些在厨房里传递着爱与温暖的手艺 因为每一片葱油饼都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家的味道 是温情的传递 是历史的低语 总结一下 葱油饼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情感 一种家的味道 它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传承的手艺 它的制作过程需要技巧和耐心 它的香味和热气 能唤起人们对家庭的温暖记忆 无论是在街头小吃摊前排队等候 还是在家庭厨房中和亲人一起制作 葱油饼都能带给人们满满的幸福和温情 在当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忙于工作和追求 很容易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 葱油饼告诉我们 忙碌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简单而美好的事物 我们应该停下脚步 品味生活中的每一口味道 感受其中的温情和幸福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讨论 你们对葱油饼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制作方法或者家庭记忆 欢迎留言分享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美食的奥秘和人们的故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